第1118集 蒙古圣族也生活在圣凡天 他们当中的强者可以凭借强大的实力降服星空古兽 跟星空古兽签订契约 而后这些古兽就成了他们的灵界 古兽体内另有空间 可以容纳成千上万的蒙古战士 古兽成年后体堂超百里拥有可怕的怪力 他们的触手可以扎根到一颗星球中心 从这星球上吸收精华 几年的时间就能把星球的元气吸干 圣族第二军团全部都是满谷圣族人和这些巨大的乌贼组成的 他们的战斗力非常恐怖的 这些大乌贼最弱的也是巅峰圣族实力 还有许多已经逼近戒王 为首十几头体长千里的星空巨兽更是天尊以上 至于满谷圣族本族天尊数目就更多 而第二军团首领天尊也是满谷圣族组长 他早在千万年前就达到顶尖天尊境界 而且在顶尖天尊之中也是骄骄者 除此之外 圣族第二军团几个副首领们也是顶尖天尊 圣族天尊数目十倍于人族 在这个时候才充分的体现出来 圣族驻扎在圣罗天六个主力军团 随便拿出一个天尊数目都在五十人以上 前方有人族军团向咱们发动了攻击 在星空古兽内部巨大的阵盘投影上 可以看到一尊金色大佛 此时这尊金色大佛金光大圣 无比恐怖的能量在其中不断凝聚 显然是要发出雷霆一击 金色佛像按照资料显示 是普陀山的一群和尚 为首的帝氏家在人族是顶尖高手 在星空古兽内部主作上 一个全神裹在黑色战甲里的中年男子 缓缓说道 这头星空古兽是蛮古圣族的旗舰 光这旗舰里就有三个顶尖天尊 跟他们打吧 这次造化圣子给我们的命令 是包围乾隆星系建立封锁网 尽量歼灭人族有生力量的同时 更重要是拖延时间 尤其注意那个神秘人的情报 现在既然人族已经送上门了 我们就在这里跟他们交手吧 这个黑甲的中年男子 是蛮古圣族新任族长 刚才提出建议的 是他手下的一个顶尖天尊 这个蛮古族新任族长 与人族的大战中 他们也是能分得大量好处的 好处的多少呢 自然得看他们种族所得到的军功 如果能够在这里重创普陀山 那绝对是大功一见 因此黑甲中年男子沉吟了一下 也就点头了 星空中 蛮古圣族十几头巨大的星空古兽 汇聚到一起 形成一头体长三千里的超巨星星空古兽 与此同时 在星空古兽内部 几十个天尊一起将能量注入到星空古兽中 发出一道恐怖的黑光 这道黑光与普陀山大佛雕塑射出的金光 对撞在一起 刹那间仿佛一颗太阳被引爆 方圆几十万里虚空完全破碎 恐怖的时空风暴一散出来席卷一切 两支大势力多达几十个天尊的交手 造成的能量轰击非常恐怖 那恐怖的爆炸余波 让两大势力的舰队 哪怕隔百万里的距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在金色大佛内部 帝氏家眉头皱紧了 圣族的力量实在太可怕 他们跟人族之间绝对天尊数量的差距 让人感到难以愉悦 造花圣子如今将圣族这么多天尊调过来 在绝对势力上完超人族 他们只是遇到一支军团就这么棘手 那么其他军团再赶过来的话 他们想要在乾隆星系有所作为就很难了 而且别忘了 乾隆星系内部 还有一个拥有荒之分身的造花圣子 虽然因为神秘人的出现 让圣族吃了一次大亏 然而圣族的实力却依旧远在人族之上 圣族的这帮砸碎 如果这么耗下去 我们原本制定的救援计划 怕很难实施了 说话的是拓跋规 林明当初对太古诸族有大恩 所以对救援小摩仙林荒 拓跋规格外上心 在普陀山的人族大军 因为对手实力而感到心惊的同时 在圣族一方 蒙古族族长同样觉得普陀山的力量 超出了自己的预料 对面的天罪数量 应该比我们少得多 而且我们还有星空骨兽配合 战斗力会提升五成 结果竟然没有压制他们 人族 确实有几个人机不可小觑 我们该怎么办 这么打下去会僵持不下的 血拼不值得 蒙古圣族虽然贪军功 但是要让他们付出惨痛代价 去换圣族军功 那他们就不干了 别急 这次我们接到的命令 是封锁乾隆星系 将人族还有那个神秘人都阻拦在外 拖延时间而已 奈何不了对方 没什么 只要完成任务 照样有军功 不知道造化圣族在打算什么呀 似乎乾隆星系 有什么对造化圣族很重要的东西 蒙古圣族这样讨论着 但是攻击可没闲着 战斗陷入僵局 普陀山和蒙古圣族一方各有损伤 击弹持续小半个时辰 普陀山损失七八艘零件 这些零件其实就是一些移动的战阵 有顶尖阵法 是炼制出阵法核心 而后外边包裹了金属装甲 当主持零件的人族战士们分布战阵四周 就能在短时间内将他们的力量汇聚到一块 爆发出恐怖的攻击 这是大军交战最有效的作战手段 集体的力量叠加起来 那总比个人大很多 在普陀山损失七八艘零件后 满古圣族也抛下了石头星空骨兽尸体 星红的鲜血洒遍宇宙 哪怕双方都没有拼命 可战斗场面还是极为惨烈 而最终还是人族一方先撤兵了 因为赤猴报告 在遥远的星空中 又有一支圣族军队在逼近 疑似是圣族从圣罗天调来的另一支集团军 如果普陀山与对手胶着下去 那么他们迟早会陷入包围 到时候损失可就惨重了 帝石家不得已下令军队撤走 人族零件退走千万里 而后再经过两次空间大挪移 这才寻找了一处隐蔽的星云 暂时驻扎下来 如此一来 他们距离乾隆星系核心地带反而更远了 这让很多人族舞者之皱眉 这次救援计划出师不力 他们在此之前都没有想到 在乾隆星系会汇聚这么多圣族军队 完全是决战的架势 圣族在乾隆星系核心的外围建立了封锁网 光是一个第二军团 就已经跟我们不分伯仲 再加上其他几个军团 圣族兵力五倍于我们 这还不算造化圣子 在议实大厅中 人族的将领们 听着赤猴的分析报告 都是眉头紧重 其实人族的部队 还有几支没赶来 比如通天神主和浩宇天尊带领的部队 但是就算他们赶来 也逆转不了什么 差距太大 凭借人族的力量 可以跟圣族打游击 然而一旦正面交战 就会显得捉襟见招 现在摆在我们正前方的 是圣族第二军团 第三军团 现在两个军团已经汇失 咱们有突破 根本不可能 不过对面 似乎也没有主动出击的打算 只是张开阵法结界 守株待徒 圣族布置的阵法结界 只有薄薄一层 想打碎 非常容易 然而一旦有高等级武者冲过去 结界就会立刻发现 除此之外 这结界还能阻挡信息传音 可以完全断掉 结界内外人族的通讯 在这种情况下 乾隆星系就像一座孤岛 与世隔绝 帝石家等人正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部署下一步作战计划 然而在这个时候 没有人注意到 在宇宙深处 幽暗的星空被撕开 一座黑色的悬空城堡 如同幽灵一般 从空间裂缝中飘了过来 这种人 前方发现圣族集团军 黑色城堡内 一间密室中传来了清廉的声音 哦 圣族的集团军 在密室中 一只闭关打坐的黑衣青年 睁开了双眼 密室的大门被推开 林明出现在门口 他就像是一杆凌厉的镖枪 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 让人折服的气势 这人 清廉攻身行礼 起来吧 怎么回事 说给我听 林明走到悬窗前 透过悬窗 他已经能够看到远处星空中隐约的光点 那是茫茫多的零件军团 显然前方出现了一只圣族势力 而且规模很大 回住人的话 已经查明 前方是圣族第二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 他们原本应该驻扎在圣罗天才是 不知为何被调来了乾隆心系 清廉仙子对圣族的情报极为了解 只是看到那巨大乌贼模样的星空古兽 数一数星空古兽数目多少 就知道第二集团军是清朝而出 而与第二集团军对应的第三集团军 在圣族又被称为铁狮军团 这支集团军同样有着明显的特点 他们的特点在于他们所驾驶的零件上 这些零件远远看上去就像一头巨大的金属狮子 铁狮军团由圣族的圣钢天部落组成的 圣钢天部落 云集了圣族最好的阵法师和炼器师 他们能够布置出最强大的阵法 继而炼制出顶级零件 所以铁狮军团装备的零件 全都是天尊灵宝级 其中几艘旗舰比起混元天宫都丝毫不差 在两军交战中 零件的作用非常关键 他其中阵法的好坏 直接关系到舰中武者攻击效率和防御能力 想当年林明对战天明子的时候 在巨大的实力差距下 就是凭借一座混元天宫 给自己争取到了喘息之机 最终得以逆转战局 青连仙子将圣族第二军团和第三军团的情报 全部详细告知林明 甚至青连仙子 连其中某些军队的内部传音印记都知道 如果他愿意的话 甚至可以截获一部分情报 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 造花圣子应该调集了数只集团军 来乾隆心系 原本这些集团军 都是负责镇守圣罗天 威慑混组的 轻易不会调动 可现在 造花圣子突然将这些集团军 全部调集过来 十分不同寻常 如果没猜错的话 也许是针对主人来的 圣族驻扎在圣罗天的军队 天尊总数超过400 其中顶尖天尊也不在少数 这些顶尖天尊 每一个都深藏不漏 青连也不知道他们的具体情况 除此之外 圣族每一支集团军 也有各自的看家本领 比如第二集团军 就拥有荒谷巨盛 而第三集团军 则有天尊领宝级铁师战舰 青连仙子说的这儿 小心的看了林明一眼 具体数量未明的圣族大军 再加上隐藏的诸多高手 摆在林明面前 这股势力非同小可 他也想要知道 林明这个主人会采取什么对策 林明听着青连仙子的话 眯起眼睛 看着远处圣族第二第三集团军 眼瞼一概开口道 杀过去 只有三个字的命令 却让青连仙子心中微微一致 得令 圣族第二第三集团军 足足迟了半个时辰 这才发现林明的逼近 一来啊 是因为林明就一艘零件 目标太小 有利于隐藏 而圣族集团军目标太大 根本藏不了 二来也是因为青连仙子 对圣族更了解 有他亲自做赤猴 圣族那些赤猴部队 又怎么比得过呀 有不明零件靠近 圣族集团军突然想起警报 此时距离他们驻扎地仅仅百万里的地方出现一座漆黑如墨的城堡 这座城堡仿佛与黑暗空间完全融为一体 根本难以变清 它表面不见半点光亮 就像一座死寂的鬼城 什么人 速速停下 一个威严的声音传遍星空 这是来自于圣族天尊的警告 这座漆黑城堡本身是混元天宫改造而成 林明将苍天古印镇压在混元天宫镇眼上 苍天古印原本就为大战而生 它是封神天尊炼制的真神灵宝 有它镇压混元天宫镇眼 混元天宫镇法已经强大数倍 原本混元天宫比铁石军团齐剑也就在伯仲之间 可现在混元天宫比这些零件强出一大截了 混元天宫越飘越近 在黑暗的背景下 它就像是一头折服在宇宙深处的太古凶兽 傻气腾腾 攻击 圣族集团军主将冷酷的下达了命令 对这种突然出现的不明零件 又不听警告的 为了圣族舰队的安全 自然要将其灭上 按常理而言 这样一艘小规模零件 对上圣族两个集团军 就像是老鼠对上猛虎一样 根本不成比例 也不可能造成威胁 不过现在圣族联军接的造化圣子命令 要小心一个神秘人 虽然圣族联军将领们都觉得 这个神秘人的传闻有些夸大之处 然而军令如山 他们也不会盲目自大 以至于犯下什么愚蠢的错误 十几艘灵件亮起神光 超过二十个天尊同时对林明出手 这已经是非常可怕的一击了 然而就在人们以为 这艘黑色的堡垒会在神光中被毁灭的时候 堡垒表面亮起了一团朦胧胧的血雾 当圣族天尊发出的神光设在血雾之上的时候 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这血雾只是轻微震颤几下 就把神光彻底吞噬进去了 十几个天尊联手发出的攻击 竟然就这样泥牛入海不见踪影 那黑色堡垒没有任何异常啊 什么 圣族无者猛的一惊 而就在这时 黑色堡垒骤然加速 他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直冲圣族联军核心 混元天宫原本就速度极快 再加上真神灵宝苍天古印的改造 在全部九阳玉不计成本燃烧的情况下 混元天宫的速度已经可以超越顶尖天尊 黄之军团听令 变身 在混元天宫中 黄之军团数万圣主两千界王 早已经在阵法中战定 随着林明一声令下 这些黄之军团战士全身响起噼里啪啦爆响 一条条鲜血触手 从他们身上钻了出来 肆意的伸展张扬 变身后的黄之军团 几乎都可以提升一个大境界 圣主巅峰比你界王 大界界王比你天尊 五万四千圣主力量 汇聚于两千普通界王身上 在王里就是一百八十大界界王 他们变身后已经是天尊级战力 足足两百天尊 他们加起来的力量无比恐怖啊 要知道 圣族第二集团军 第三集团军 加起来不过一百多个天尊 虽然黄之军团的天尊 在实力上要弱很多 然而他们因为有本出同源的黄之血肉相连 在布阵配合上 远不是一般圣族武者能比 在终极力量对比上 黄之军团更胜一筹 更何况 在这一百八十个天尊内部 还有圣族四圣将坐镇 此时除了青年仙子之外 邪悦 奥日 西圣都已经完成了黄之变身 他们原本就有天尊级战力 而且是天尊中的佼佼者 变身后 他们实力已经达到顶尖天尊水准 奥日已经化身成太古凶兽 邪悦变成了绝世妖女 西圣最夸张 他把衣服完全撑碎 昔日的翩翩君子 如今变成了猙獰的魔鬼 荒之军团所有的精神力量 都灌注到林明身上 而这个时候 林明也出手了 他右手抓住暗龙枪 猛的插在阵心之上 苍天古音翁翁翁旋转 在林明头顶镇压镇眼 林明双手合十 恶魔之力 神之力在这一刹那完全爆发出来 恐怖的力量从混元天宫中喷布而出 这比起当初毁去血云星系 圣族天宫群的那一场大爆炸 要强大数倍 而且这股力量 不再是像血云星系大爆炸那样 无差别蔓延向四周 而是有明确的方向性 这些能量凝聚成光束后 刺散飞射开来 这样的攻击效率 提升何之百倍 一连三艘铁石战舰被光束击中 瞬间爆炸崩解 高度凝聚的光束 让三艘战舰中一名天尊 也瞬间殉命 而这些光束越来越快 越来越凌厉 有些光束甚至一次性洞穿两艘零件 这是凯森 眼看那可怕的神盲即将吞噬一切 圣族联军顶尖天尊心中大振 他们身影直接从零件中消失 下一刻已经出现在茫茫宇宙中 八个顶尖天尊一起出手 所有能量连在一起 要禁锢住混元天宫 令其能量无法发出 最终自爆 散开 攻击 由顶尖天尊传令 命令极为简单 甚至让人根本听不懂 然而联军的零件反应极为迅速 所有零件第一时间散开 拉远距离的同时 也对混元天宫展开攻击 他们要协助八大顶尖天尊 镇压混元天宫 能做到这一点 不得不说 圣族的军队素质非常可怕 可惜呀 他们遇到的是林明 轰隆 轰隆 又是两艘铁石战舰 被光柱洞穿 彻底爆炸 而就在这时随着一声高炕的龙吟 宇宙虚空被撕裂开来 一只体长千里的巨大龙头弹出脑袋 他瞪着琥珀色的双眸 冷冷的看着星空中的猎物 黑暗巨龙 扬天咆哮 可怕的龙笑声形成一股风暴 他张开锯嘴 一口就咬住了一只芒谷圣族的星空骨兽 体长百里的星空骨兽 竟被黑龙巨口猛的撕开 发出一声低沉的惨叫 他剧烈的挣扎 然而终究摆脱不了黑龙的巨口 最终他被撕下半边身体 而这些被撕泄的血肉 直接被黑龙吞入腹中 黑龙根本不停留 他挥舞着粗大的尾巴 还有如刀锋一般的翅膀 肆意的横扫切勾 砰砰砰 一艘艘铁石战舰 被龙尾拦腰扫断 一头又一头星空骨兽 被黑龙龙翼一分为二 能量风暴肆意鲜血挥杂 星空骨兽是星空中可怕的怪物 然而他又岂能跟拥有亡者血脉 同时吞噬大量荒芝血肉精华的黑龙 去避肩 黑龙铺上一头体长千里的 星空骨兽亡者身上 这只巨大的乌贼 跟黑龙身体等长 他挥舞着粗大的触手 想要刺穿黑龙身体 将他从自己身上掀翻 然而黑龙的力量 根本就不是他身下这个软体动物能比的 他的力道深深插入星空骨兽身体中 百人核爆粗的触手 在黑龙的爪下 真如同普通乌贼触手一般被连根撕裂 拱击 拱击的黑龙 一个顶尖天尊惊叫 那只被撕裂的星空骨兽 正是他的本命契约兽 看到自己的契约兽 危在旦夕 他的心都在滴血 然而他也就只说了一句话 就没法张口了 更是没办法去管自己的契约兽 因为他感觉在黑色堡垒中 酝酿着更加恐怖的能量风暴 他已经完全控制不了了